女孩蹦蹦退道来到楼下 想去打开冰箱喝一点 好家伙 一声踩叫 持续了一分钟 今天暗论的全样首发 带来一部你从没看过的007外传 国内没上映 也没发行过录影带 字幕组也因太古早 被遗漏的1969年英国动作冒险片 女杀星续集 本篇深入自翻 蓝光剪辑 联系的惯例 影片刚开始 一个神秘人 开始策划一系列的暗上行动 去行刺的是一群身材较好 美艳无敌的女杀星 头一个 一名空气动力学的工程师 四分飞机上 空姐款不走来 系上了安全带 喊起一笑后 猛地拉开舱门 男人羞了一下 被吸到了飞机外 镜头一转 神秘人来到一群女孩面前 他纠结地看了一会儿 最后选中了一个女孩 他的任务嘛 还是跟那架 英国秘密研制中的 高超音速飞机 SST-1有关 又进了厂房 破坏了他的风动实验 暗杀告一段落 我们的男一号秘密特工 一个保险调查员 马德登场 上个礼拜 他刚抓到了 想要骗保首相的罪犯 这让他名声大噪 下个任务前 来地中海度个小假 一个可爱的滑雪教练在陪他 美国和俄罗斯混血 猴力 才认识两天 就深深地为他着迷 可越人无数的马德毫不在意 甚至都没有对他下手 对他来说 这个女孩有点太幼齿了 这不 在泳池边 女孩们看到他 都是馋得直流口水 另一边 第三轮行动开始了 目标是飞机的先进发动机 三个女孩溜到了工厂 里外接应 工厂被炸上了天 事关巨要的保费 公司可能要找马德 一个紧急电话打来 他只能取消度假 做任务去了 马德的街头人 是这个玛丽小姐 可她俏皮的小蜜告诉她 老大要下午才能回来 1968年 英国就有扫地机器人了 哦 原来是小空的 玛丽给他留了口信后 先走了 马德还没到家 另一个人就被盯上了 飞机的总工程师 女孩把她的邮箱戳破 她毫不知情 两个女孩紧紧跟了上去 开了没多久 车子就趴窝了 女孩们假装路过 好心的要帮她拖去修理 一路飞驰而去 在一个路口 割断了绳子 工程师直接原地起飞 马德刚回来 就和飞机工厂的老大碰了头 原型机的 是非至关国家利益 一旦失败的话 不光买家法科绝社要毁约 保险公司还得赔付 一个亿给她 她随起的女孩挺脸熟啊 不就是那伙女杀行之一吗 凭着过人的魅力 傍晚 女孩就去了她家 当然 人家肯定是有目的的 一场扑克后 两人开始暗粗粗的试探 对方的机械 还没聊出个123 门链响了 女孩吃去了夺间的房间 竟然是猴力跟来了英国 面对这么热情的女孩 马德也是很无奈啊 可房间里还有一个呢 就要她盘算怎么应付的时候 一阵怪声传来 马德快步来到阳台 好家伙 女孩驾车逃走了 警觉的马德很快察觉到了问题 在雪茄盒里找到了一个窃听器 她立马对准备接电话的猴力喊了停 哎呦 一枚小小的炸弹 刚才猴力只要一开口 两人都会被炸飞 猴力听得大气都没敢喘 突然 电话响起 马力小姐开了一间高级喷人学校 这是一个完美的伪装 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精英 当天下午 送走学员后 她来到楼上小气 呦 两个女煞星已经等候多时了 还拿出了一个古怪的机器 等到马德来找她 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 桌底下有动静 还是那个鬼精的猴力 她昨晚就偷看到了马德的口信 想来帮她一把 楼上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 对手在找什么呢 在一个文件夹里 马德发现了一艘摩托艇的照片 编号141 这个飞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想点一根烟 只见北非的火柴上 写了一个词 布鲁石 壁鬼上是什么东西 一些奇怪的粉末 楼下传来了一声惨叫 是玛丽小姐 又是一个人被害 而那个本来要给马德的密信 还留下了一点残片 滑翔有危险 对咯 隔天 就是她要帮法克 试费猩猩的滑翔机 意高人歹大的她 决定亲自看一看 飞机到底有什么古怪 她怎么会知道 女煞星们已经帮她定做了坟墓 到了预定的4000英尺高度 女孩把绳子脱钩 然后就看飞机能滑多远了 吓人的是 女孩并没有降落 而是驾驶飞机一口撞来 天蟹折断 马德失去了和塔特的联系 随后是尾翼 马德只能冒险跳下了飞机 一拉 卧槽 断了 她一路就向地面 女孩们得意的想要提前信贺 没想到马德还有一招 背过手续 硬生生的扒开了背包 在最后一刻 释放了降落伞 受了惊吓的她 来到长区的桑拿房 这里也是一个公司的据点 同时告诉她关于法克的行众 她把家安在了北非 北非 马德想到了那个火柴 上面的布鲁石是谁 女孩马上回想起来 那是当地的一个土豪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法克 当晚 马德就飞去了北非 酒店里 马德刚准备去复业 鬼进的侯丽又早也不来了 马德没有被她吓到 又在飞机上 早就发现了她 戴着黑色假发和墨镜 侯丽委屈地表示 自己饿坏了 能不能带她一起去吃饭 英国大使馆派了一个小伙 谢特 来当她的司机和保镖 明天就是摩托顶比赛了 谢特帮她弄到了邀请函 在那里或许会找到线索 她把车开得差点起飞 小路上一片击飞过去 来到了酒店 里面果然凶险得很啊 这样两人不得不小心起来 谢特一马当先 主动用自创的机爪舞 来和女孩们掏剑骨 同样的 这里也是一个公司据点 负责当地情报的N夫人接待了她 根据她刚得到的消息 明天 死去博士的儿子 将会驾驶141号摩托艇赛交比赛 凭着她父亲的神秘技术 很可能会夺冠 而那个土豪布鲁什呢 许诺会用50万刀买下那个船 N夫人接着通报 阿拉伯人布鲁什已经到了 那艘船到底有什么秘密 能让土豪开出50万的天价呢 两人还没聊几句 黑暗里 一个枪广生来 土豪当成隔壁 这条线索又断了 马德跑到花坛片 天哪 就是那个阴魂不散的女孩 下手是真的狠 第二枪就命中了N夫人 随后 快速地溜跑了 第二天就是比赛了 女杀星早一步找到了教授儿子 用机器让她瞬间毙命 等马德赶到的时候 人都已经凉了 现场 又找到了那些神秘的粉末 天花板上破碎的灯泡 那她很快地就联想起了 传说中博士发明的刺声波 女孩想要偷袭他们 被打开的灯吓到 只能无奈地溜走了 马德检查了引擎 果然 上面装了那种刺声波设备 靠着声波的能量 冠军将会唾售可得 为了影响出动 马德和谢特 接着亲自驾驶 另一个编号211的快艇 就是那两个女孩了 号称轰隆 两艘船 只有出头的炮弹遥遥领先 绕过折返点 女杀星的摩托艇紧追不放 为了甩开他们 马德打开了刺身波加利 一个令人眩晕地推背 我后船拉开了距离 女孩不甘心失败 竟然发射了催泪瓦斯 两人微轻地够呛 女孩们戴上了防毒面具 不急不慢地靠近 马德他们只能乖乖就寝 海湾边的山崖顶上 一对橘黄色打扮的女孩 守护着一座豪宅 在镜头里 看到马德的到来 一个女孩向上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快要登到前 马德还急了一下 把快艇开成了过山艇 女孩吓得够像 但也不敢开枪 不然就一头撞到山崖了 海湾边的巨大铁门缓缓开启 两艘船开到里面 出了隐秘的码头 看到那些女杀星们 马德也不禁为之赞叹 敌人心狠手了 可眼光是真不错啊 来到大厅 一对双半弹的女孩 询问他要喝什么 和正版007一样 他也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白加黑 加水不加冰 守卫还没等他喝第二口 就带他俩去了隔壁 好家伙 那不是昨天已经隔壁的土豪吗 只见他得意的拽掉鼻子 扯下头巾 原来是法克 套路还是没变 狂人们就想征服全世界 不过缺点就是话太多 马德猛人的出手 马力的打倒了几个马仔 看样子有戏啊 在角落里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哎呦 竟然是猴力 一个甜美可人的间谍 法克没有失掉应有的礼貌 晚三时 一大票女孩为他们服务 不过下来的是 那些女孩都乖巧的像个木头人 这就是法克引以为好的地方了 他得意的让女孩们一一示范 烈火烫头 死亡跳水 完美的脸着地下马 因为啊 他们都是机器人 看到这个地方 小伙伴一定要想法了吧 其实 法克早就想那么做了 苦于没有男性对象来深度测试 眼前的两个男人 不就是最好的实验品吗 可谢特还没拍过头 被一个编号零零气的女孩 碾得满地跑 还得是马德 亲自做了一个示范 叮咚 他把零零气给关了 只要再强化编程和测试 他的女孩们将会和普通人一样正常 不过 却拥有超人的能力 两个猛男都拿不动的铁伞 女孩不费力气的就扛了起来 一回头 码头边 猴里偷偷地对他使了一个眼色 难道 当然 法克的目的哪有那么简单 有了马德带来的141快艇 猴里就能完善他的机器 明早 他梦寐以求的SST1首飞时 远程干扰 让他回不了地面 就能拿到那巨岩的赔款 到那时马德也会一起陪照 不过在临死前 两个艳符也是不浅 女孩们关掉了守卫 来到马德的房间 他俩都是真人 这一点下午的时候就证实了 机器人还没学会那个 半夜的时候 趁女孩睡着了 马德悄悄地溜到了外面 他躲开了一个守卫 不小心还是给他发现了 他灵机一动 像是白天法克做的 用暗语命令女孩离开 成功了 女孩一脸茫然走向后面 他偷偷地溜去码头 猴里果然在里面 马德狠狠地夺下他的枪 女孩怪他一点都不会连向西域 他竟然是CIA的特工 一个隐藏了多年的双面间谍 两年前 法克需要一个会说而语的女孩 他就此打进了组织内部 一直到现在 马德想要开快艇走 可鬼进的法克早就放光了西游 突然女孩闯了进来 人家的家伙事更大 那就听你的吧 马德好险顿走 但最近的陆地都在200里外 靠板游是不可能游到的 果不起来 他已经藏了起来 等待反扑机会的到来 法克派出了所有机器女孩 满岛地围捕他 一圈无果后 法克坚信他已经溺水葛屁了 马德悄悄躲进了厨房 一个女孩进来搜捕 他就是昨天跟马德学习的那个007 完了 诶 最后一刻 他竟然被马德的魅力所折服 那上头报告 这里没人 这真的很英国 机器人都被他坐地自喊 豪宅顶层的大厅里 一场相隔北非和英国的较量已经开始 英国的一个秘密机场里 SSTL拔地而起 很快就呼啸钻进了云层 法克一声令下 刺身波干扰了飞机 所有仪表全都失控 朝着高空而去 不久后 机组成员就因为缺氧和急冷 纷纷约了过去 马德呢 房子的大门都被锁死 他只能打出绳索 攀衍而上 一个女孩发现了他 正准备扣动板机 一个枪口对准了他 是007 马德得以爬到顶层 撂过一个巡视的女孩 可门口还要两个马甩 他踹踹了大门 法克拿出了死光剂 可他不敢怀然动手 那也会干扰到房间的设备 马德心灵神会 闪了一口 机器被打开 设备冒出了火光白焰 失去了远程控制 SSTL重新恢复了控制 马德把死光剂挂在了门口 带着两人跑到了外面 再次运用暗语 交换来所有机器女孩 去捣毁实验室 身后 房子被炸上了天 突然 林林熙竟然端着死光剂走来 马德吓得连连后退 难道终究还是难逃一死吗 诶 女孩竟然把机器跟枪都给了他 一个调皮的眨眼 一死很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 被靠在一起的两人砸开了手铐 后率开心坏了 SST也不在鼓板 和他来了一个美式热闻 马德已经浇好了油 开船来接他们了 又是一个反船 和立马枪口对准了他们 他是CIA 不过 同样也是克格勃的特工 一个三面间谍 更令人意外的是 SST选择了跟他一起走 他妈妈说过 见好就说 卧槽 这还没完 林林熙笑着送上了香吻 马德一摸他后脑勺 开关呢 MDB5.5分 一部标准的60年代特工片 古怪的小玩意儿 异国情调的外景 快速剪辑的分镜之快 让你都没有时间 去思考它的不合理 最重要的是 香烟艳烈的女孩们 为什么要说闷呢 因为 这是我看过有史以来 女卡斯最多的特工片 1969英国动作冒险片 女杀星虚集 剧情三颗星 卡斯四颗星 华尔赛两颗星 综合评分三颗星 无片可看式的 绝佳爆米花电影 我是艾伦 我一起来给大家 我们再会